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課了 好上課了 可是同學知道 班長呢 班長帶頭作亂 班長你看他 好啦好啦 風機鼓掌他也沒有來 班長 詞曲 李宗盛 班長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班長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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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是2月28號 和平紀念日 然後我們會演唱這首歌 是因為如果要紀念在前陣子不久 剛剛離開我們的高復化 就是高一生的大名 這首歌是高一生創作的 在1908年他出生到現在 他是台灣第一個透過音樂 去唱出部落的故事 是台灣第一個喊出原住民 要自治的一位 一位很重要的一個原住民的前輩 他是個音樂家 也是一個運動家 我們特地今天選完用這首歌 當作8060也要向高一生學習 希望我們的音樂 希望我們的行動 能夠在這個21世紀 能夠在2016年的這一天 繼續用音樂 用我們更多的方法去 不要忘記祖先走過的路 留下我們原住民的腳印 在這塊台灣多元文化的土地上 有難度而且 黃兄 看 紅石 衝浩子 重要嗎 山山を越えて 山山を越えて 那我们用掌声来谢谢今天 2月28号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 认识台湾的历史 认识台湾各个不同的族群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这个段落呢叫做 你懂我的明明白白 因为我们把六十其实不是只有北南族 因为我们一开始团长嘛 一开始不是唱北南族的鼓调 然后后来呢团员里面有很多不同族群 后来我们又在华里人东华大学的 圆明院念书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族群的人 有阿美族 台湾族 陆开族 布农族 各式不一样的族群的朋友在一起 围坐在一起 也让我们的音乐充满着很多不同族群的色彩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 我们要先演唱的是 布农族的族群叫做 《遥想临班的日子》 然后这个歌曲里面呢 有三首临班歌 包含思念歌 养家活口 还有念旧友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音乐去想象一下 我们以前我们的哥哥叔叔们在灵物局的管控之下 在那边伐木啊 种歌草啊 做在山林中做的各式各样的工作 然后才有这些临班的歌谣 然后送给大家 遥想临班的日子 在山林中做的族群的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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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上面也太小聲了 東海安的朋友唱一下 花公眾鼓勤準備 歡迎你們唱 我們都是一家園圈 我們一起唱好不好 一家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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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圈 謝謝搖響林班的日子 然後布農族的林班哥分享給大家 那接下來除了布農族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盧凱族的朋友 然後盧凱族的時候 我們每次去他們部落玩 最讓我們印象深刻就是他們有鞦韆 囉 什麼 阿最後 是